在路口停等红灯 发现了一辆双载机车违规红灯右转 立刻是鸣笛追了上去 但骑士不但不停车还钻进了小巷弄 就在转弯的时候 将后座的女友甩了下来 加速逃逸 让女朋友气得问远景说 可不可以对她开双倍的法弹 远景路口停等红灯 看见前方双载机车红灯右转 立刻鸣笛追上 听到远景呼喊 没想到机车骑士不给面子 还硬是钻进小巷 想要规避取缔 没想到下一刻 后方载的女友跌倒了 机车骑士不但没有下车查看 还加速逃逸 远景立刻下车关心受伤女子的情况 幸好只是擦伤而已 事发在桃园24号下午5点多 女子表示有听到远景鸣笛当下 就有提醒男友停车 没想到发生摔车结果 让人傻眼 让他气得向远景抱怨 违规不服蓝婷 在逃逸过程中舍弃女友 这下不仅得吃上罚单 向女友认错恐怕也是少不了了 记者林珠强桃园报道 这下不仅得吃上罚名 我需要你以后 我需要你以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